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北市卫生局推出友善新北好药局APP 让民众可以快速找到居家附近的药局 还能提供咨询领药等服务 今天我的台北周际要带大家远离城销 一起骑Ubag到陈美河滨公园 还有彩虹桥感受悠闲与浪漫 首先来关心地方上交通的问题 新店建国路与复兴路口设有左转建国路的机车带转区 但由于带转区划设在人行道凹槽 而且又被电感电箱挡住 因此不少机车骑士干脆直接骑上人行道 再转停带转区 而人行道旁又划设了机车阁 使得行人闪避机车的危险景象经常可见 当地里长早在两年前就向有关单位反映 但是却拖了两年 直到新北市议员廖小青积极的处理 终于获得了解决 即使是在非交通尖峰时段 新店复兴路与建国路口车流量仍相当的大 为了保障机车和骑士的安全 在这个路口设有左转建国路的机车带转区 但是看看带转区所划设的位置 是在人行道的凹槽处 而这当中又有电箱电感挡住 使得机车骑士往往都是直接骑上人行道 再转停在带转区 当地里长就说 经常看到行人为了闪避机车 显向还身 到了上班时间跟下班时间 那个机车量特别多 但我们的带转区的这个空间 真的很小也有限 再加上那个军备局的用地上面 有画了一些机车停车格 那当然机车停车格是有他们的 机车组的需求 那但是造成了什么 机车很多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用路人要走在人行道上 就要钻来钻去 年轻人可以钻 老人家甚至行动不方便 坐轮椅的要到医院 要过这边相当的痛苦啊 中校里里长李约翔指出 这个带转区的问题 其实早在两年前就反映过 但会看多次始终无法获得妥善处理 因此新北市议员廖小青 接获陈勤后 了解由于此处牵扯到军方用地 协请立法委员罗志正共同出面协调 我们请国防部来同意协助这个土地 能够拨用给地方政府 来配合当地交通的一个改善计划 那国防部这边目前没有太大的问题 现在就是希望市府这边能够更积极一点 来提出一个声波的需求 经过多方商讨 初步决议会由新北市公务局提出声波 同时交通局会先针对一旁的机车阁先行图销 让人行道空间更宽裕 另外包括各管线单位也都会一併配合 进行电箱电感机线路的迁移 机车阁呢 这里交通局今天也有来限刊 那市上面也可以先图销 等到整个移植过后了 剩下有多少空间可以再利用再处理 我们会再开一个类似的整体的规划 包含有管线 就五大管线啊 或者是有些还有这边管线在使用的 我们也会做一个整体的这个规划之后 那提出大家各有的需求 然后做这个改善 让市民有一个行的空间 机车阻带转区有一个方便 不会造成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路口 此外里长李月祥建议 重新调整交通耗制的时间 避免让行人在穿越复兴路时 与建国路左转的车辆有所冲突 复兴路这个路口 这个建国路口 只要绿灯 行人就专用耗制灯也是绿灯 所以常常就是我要过路 他要右转 他要左转 所以这个方面 我是希望我也是建议 交通局如果方便 可不可以能够给他们一个 专用行人的一个实相 就像我们的同仁医院 你给他个30秒 不要让人车在那边增到 拖了两年的机车带转区改善问题 终于在各单位齐聚民意代表积极的协调下 获得了解套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新北市新闻局举办新北市校园广告人 用影像说故事影片增见活动 并与知名广告公司合作 希望借由年轻学子的活泼创意 以影片拍摄呈现新北市的蜕变 新闻局局长张其强指出 这次的活动不限拍摄器材 在主题上也很多元 而且入选的提案还能够获得 广告大师的一对一指导 改变的故事 新北市他已经七岁了这些年 改变很多什么 你说你没有感觉 我的老天罗啊 让我告诉你 他怎么不一样的以前 这不是狂新闻 这是新北狂改变 借由时下最夯的影片手法 传达最新政策推动 就是希望能够吸引年轻学子 一同借由创意发想 用影像呈现新北市近年来的蜕变 新北市新闻局从即日起到 4月30号为止 举办新北市校园广告人 用影像说故事影片针见活动 新闻局局长张其强指出 这次的活动不限拍摄器材 拍摄主题分为七大类 包括了工作 人文交通 社会福利等等 我希望透过年轻人 透过同学的眼睛 把这些新北的不一样 新北的改变 不管是硬体上的改变 不管是内心感受上的改变 不一样 都可以透过影像 来做一个具体的呈现 增进活动起跑 记者会上还邀请了 国内知名广告公司 以及台一大广电系教授 赖祥为出席 这次的活动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影音履历报名 将选出30名进入提案面试 最后选出10名 除了可以获得拍摄基金1万元 同时将由广告大师面对面指导 透过导师制 可以给入选的团队 一个一对一专业辅导的机会 可以亲自来跟着这些大师们 一起练功 当然获选的团队 更可以在之后 可以到这些国内相当知名的 广告公司 智威汤讯或者雪鹏 去实习 让我们实地的 亲身的去感受一下 广告人的酸甜苦辣 同时呢 更是一个同学们 可以展现自我的机会 而该怎么拍出有创意的影片呢 记者会中 新闻局以洗脑风 角色扮演 卖蒙风等风格作为示范 而广告公司创意长长一飞 以及策略总监陈佑军 也分别给予想要参赛的学子 创作建议 这次题材非常宽广 尤其是和生活非常贴近 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 那我首先要建议同学们 勇敢和活泼 千万不要落于 所谓的旧式的思维 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在追求那个画面 它并不是只是美 这件事情就好了 就是那个影像 它绝对是要言之有物 当我们在谈健康 我们在谈运输的时候 运输至于生活的意义 健康至于人 它开始活在这个城市 可以造成的改变 它绝对是那个影像 它才要传达的重点 新北市新闻局指出 除了针见活动 也将在校园展开 巡回演讲与食物分享 邀请年轻学子踊跃的投鉴 第一名将可以获得奖金15万元 记者 杨榜友 周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乌来铜锣大师 吴宗林 为了让铜锣记忆可以传承 并且发扬光大 开发了一套音阶罗 让罗不只有单一升阶 更可以演奏出动人的旋律 最近他跟邀请作曲家 谱了一首新曲《古运飘香》 发表会当天与国乐团共同演出 现场罗声鱼音缭绕 柔和优美的乐音震撼人心 低沉的崩罗声回荡山谷间 和乌来吊桥上的太古声相互归映 乌来铜锣大师吴宗林 举办新曲发表会 特别将每天下午 与富兰朵度假酒店的空谷绕演出 遗失福德工钱 为新曲发表会揭开序幕 这次新曲发表我想说 我们就把这个生活仪式 这个表演把它放大 干脆就把鼓放在这个吊桥上面打 我们把这个场域都拉大了 顺便可以帮助我们的乡里 告诉我们的社会大众说 乌来现在已经非常好了 你们可以来玩了 吴宗林制作铜锣超过30年时间 毕生最大心愿就是要延续传承 这项即将失传的传统工艺 并且还要发扬光大 他不仅制作铜锣 更刺创了台湾唯一 具有国际标准音的银切锣 让原本只能敲作出单一声接的铜锣声 越声越起行列 一直以来锣都是用在阵头上面 它在音乐上面是没有办法占一席之地 那么最早的就是只有阵头在比大声 如果放在乐团的时候 它只是一个配角 如果是放在交响乐 它等于是一种装饰而已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打造成国际标准音 为让社会大众听见铜锣悠扬动人的乐声 吴宗林特别邀请了当代青年作曲家赵书宇 为音阶罗普罗伊首仙曲《果韵飘香》 并在富兰朵度假酒店与国乐团共同演出发表 这首乐曲是由七声雅乐音阶构成 旋律柔和优美相当抚慰人心 它其实是结合了边中跟现在中国打极乐云罗的特点 它具备有音阶的效果 它又有铜锣语音缭绕的特点 所以它其实在创作上面它的特性是非常足够的 但是其实在创作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是 它其实不太能够演奏太过于快速的音曲 随着庙会镇头文化没落 铜锣也面临失传危机 但吴宗林始终坚持传承信念 并且赋予了铜锣新生命 希望藉由自解双手 让大家看见铜锣的不平凡 记者声评张门琪 乌来采访报导 新北市卫生局推出友善新北好药局APP 除了可以让民众快速方便的找到居家附近的药局 还提供了药局电话 营业时间等相关资料 并且提供用药咨询及处方签领药等服务 而从即日起到3月底为止 民众只要下载使用 还可以参加抽奖 有机会可以获得变速自行车 智慧健康手环等奖品 新北市卫生局推出友善新北好药局APP 让民众可以快速简便找到居家附近的药局 提供免费用药咨询及处方签领药等服务 并且还具有导航营业时间等相关资料的显示相当的贴心 可以让你很快的找到附近的药局 它有打航功能 也可以马上就按个电话 按键打过去就问了 你们在哪边啊 有卖什么东西等等 不只这样 这个APP上面还有每个药局 他们把药局的现场的配置状况等等 也有这个po在我们的这个APP上面 让你可以去浏览去看 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个行动软体的服务内容 记者会上还透过了行动剧 表达友善新北好药局APP的各种服务选项 包括了用药问题咨询 废弃药品检收等等 新北市卫生局表示 APP上有近千家药局可以提供服务 有的甚至还附上了LINE账号 让民众宛如拥有一位专属的家庭药师 我们的药师可以在这个APP上面留他的LINE的ID 做什么用 你今天这个有下载这个APP之后呢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你就用LINE给你的ID呢 你跟社区药局的药师加入好友 变成你的家庭药师 新北市卫生局表示 为了鼓励民众多多使用 从即日起只要下载APP 并且填妥资料就可以参加抽奖 奖品包括了铝合金变速自行车 多功能健康智慧手环以及背包等等 欢迎民众下载使用 记者杨邦友赵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广告后要带您来看的是我的台北周记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哇哦 就像做云霄飞车般的快速 大型电宽平光鲜上网300M 全家一起上网数不怕降 现在申办指定方案 四大入场券任您挑选 苏差2917 3939 本公司已经开始陆续转换 新电区深坑区的数位讯号 请收视户尽快来电 预约升装数位机上盒 快速约装专线6628 3399 大新电客服APP便利上市 可直接持手机条码缴交费用 也可线上进行障碍报修 更有专属好康推荐功能 赶快下载体验 数位生活好方便 来到台北市松山区 除了可以到五分浦shopping 还可以骑U-bike 好好逛逛成美和平公园 在这里有许多爱情主题装置艺术 相当适合情侣们童游 另外在陈美和平公园 还有一座彩虹桥 夜幕低垂后点上灯光 照亮湖面与夜空相当的美丽 是夜晚吹风散心的好地方 清风徐徐吹来 阳光普照大地 来到了松山可不是只有 shopping采购的好康哦 你也可以选择搭小黄 不是计程车 是我现在所骑的这台小黄 台北市最潮的小黄 独一无二的U-bike 骑着这批铁马爱去哪就去哪 而且轻松环保节能减碳 省钱还可以运动兼减肥啊 U-bike 潮啊来 呼呼 午后围风 徐徐都吹在基隆河上 河畔两旁的绿地 增添了绿松山乐活 阳光的新面貌 每到假日呢 总是可以看到许多的小情侣 相互依偎 坐在情人椅上啊 看着美美的夕阳 甚至在装置艺术爱情所上 乐上和Anada的战属约定 让GG我看的是机械木又嫉妒啊 不说各位观众可能不知道 现在美美的基隆河啊 早期因为上游降雨量丰富 但下游弯道过于曲折 在好雨的时候呢 难免会有淹水的状况 不过在历经了两次捷弯曲直的重大工程后 现在两旁留下的绿地 就成了松山区的一大观光休憩特色哦 搭配着连接内湖新明路 与松山饶河街的彩虹桥 哇哦 这可让这里的河滨公园 成为了民众骑脚搭车 还有拍照的热点 甚至呢 入夜后彩虹桥灯影的投射 也为台北的夜景啊 增添了不少的美丽呢 更是众多摄影爱好者 捕捉台北夜景的好题材哦 接着来看 博博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新的有限电视 本月份起将针对 新电全区逐区进行 全数位化讯号转换作业 讯号转换完成后 无安装数位机上盒之电视 将无法收拾数位有限电视 请尚未安装机上盒的民众 尽速来电约装 约装专线6628-3399 HD99高画质套餐 给你超多国内外精彩HD频道 数位录影机让你看假台录影台 现身办超优价 每个月168元 年月年角直接送20寸行李箱 山庄专线2917-3939 新电地震事务所行动 一郎即日起至3月30日展出一起精彩 陈美奋老师师生连展 诚挚邀请民众一起参与这场艺术创作盛宴 新电巨公所3月25日4月4日分别于40份纳谷塔 五城花园公墓举办十方法界群邻座超见法会 法会当天被有免费专车接送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新电文史馆即日起至4月16日为止 举办由新北市文史学会策划的梦想幸福 廖飞雄猴雕艺术展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都会刊登在 大兴电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赵方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